第131集 牛头和马面带一青鹅来到了挂名角质树分院的门口 这里的拴马庄上全绑着各种与自己劳动无关 却要在别人的成果上挂上各种名头的人 并且还要把自己的名字挂在真正劳作者前边 而让那些流尽血汗的真正劳动者彻底淹没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治疗的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自己抽打自己的嘴巴 一边打一边喊 我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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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抽打到满脸是写实 小鬼用铜瓢浇一瓢污泥浊水混淆了血迹 再让自抽自打自喊 说要一直医治到阎王认为大病基本告狱 才放还阳间以观后效 若有脸后再犯者 捉来就不是自己抽打自己了 而是用黑熊瞎子来执掌刑法 多有脸面不在权乎的人 易情鹅是被压界到虚名角质树分院下边的一个刮脸科研所接受治疗的 患者也是一望无际看不到边 他先是被绑上了一个狗头蛇身的拴马装 就见所长被四个小鬼用胶子抬来了 他要过牛头斜跨在背上的侧页翻了翻 又看了看易情鹅说 你是来过的 牛头说 来过的算是二进宫了 哪位仨 吕教不改了呀 易情鹅说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所长哼了一声 哼 到了这儿 谁会说自己是故意的 嗯 一辈子租后出个名 过去为了出名 把台子都弄塌脸 死了喂么多的人 还不吸取教训 还要弄撒子金皇后的标签 朝自己的脸上升天硬粘里 先看看 他脸上不实的须皮 到底有多少层 随着所长的吩咐 就有两个小鬼上来验他的脸皮 验完 一个小鬼报告说 脸皮倒是不厚 基本都是他自己原来的 另一个小鬼报告说 应该说他的须皮 还基本上是靠自己血汗换来的 当然 也有一些须皮 一搓就能掉 不用纳米刮刀也行 所长就有些不高兴了 他问牛头马面 那你们拿这货来干啥 还嫌这儿不热闹 不拥挤是不是 我们是五加二 北加黑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的 把这些患者都治不完 你俩是闲的蛋疼 还抓他来凑什么热闹呢 牛头急忙说 有耳目反应 说他自封 琴枪金黄厚 胡吹冒料 招摇撞骗 是阎王爷 披了条子让抓的 所长就对小鬼说 再念 两个小鬼就又仔细咽了一番说 脸皮倒真是自己的 这点光泽 也都是靠自己下苦挣出来的 但表皮上 的确涂了些金粉末 所长就发脾气说 刚才为啥不报告了 小鬼说 并告张爷 刚才你只是让小的们咽脸皮 没说让解咽皮上涂抹的东西啊 所长立即发布命令道 刮脸 把胡乱涂抹上去的金粉 全都给我刮脸 梵简太爱搞这一套 动不动就乱给自己的脸上贴金 你们下手可以重一点 狠一点 咋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一律都给我刮干刮净 丝毫不留 你两个的毛病 我是知道的 爱给这个漂亮的女犯行行的时候 打折扣 还偷那些麻药给他们乱上你 我重视警告你们 小心饭碗 让这个女犯 接受点痛苦 对她有好处 再犯 就不是弄来刮金链 而是要抽几两斤的 去 说完 所长气势汹汹的 处理下一个患者去了 两个小鬼就拿起刮刀 在义琴鹅的脸上 咯咯吱吱地刮了起来 疼得她大汗淋漓 直呼救命 义琴鹅就醒了过来 她睁开眼睛 发现身边围了一堆人 有她娘 她姐 她弟 宋宇 还有薛团长 乔所长 好像自己是从死人堆里 爬出来一样 娘和姐 先是哭得不行 而薛团和乔所长 却是一副 如释重负的样子 她娘边哭边说 饿呀 你可是把娘快吓死了 你知道 你都昏迷了多长时间了 这个大夫 都把病危痛之书给吓下了 舍你死劳力过度 C时都会磨的呀 宋宇在一旁偷偷地抹着眼泪 义琴鹅觉得 这孩子是越来越像自己了 任何时候 她都表现得很冷静 但她心里的担惊 害怕 难过 甚至恐惧 义琴鹅 却是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的 怕怕宋宇朝自己跟前拉了拉 宋宇就顺势倒在她怀里 哭得眼泪端直浸透了她的病号服 义琴鹅最担心的还是演出剂 一半戏还没演呢 但没有任何人敢在这时提说此事 最后是她自己提出来 说没办法给观众交代的 她弟大声吼道 命都快没了 管演出剂不演出剂的 不演了 从此不演戏了 保命要紧 我的傻姐 大家都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 薛团长说 琴鹅呀 你先好好养几天病 再说 哦 演出那边呢 我们已经出了通知 演员有病停演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等养好了 再说 哦 他弟又是一通乱喊 不演 坚决不演了 团上要是查不清楚 是谁诬陷攻击我姐 我就朝法院告 这事儿 不弄个水落石出 一琴鹅 就一辈子跟琴枪 白白了 乔所长说 哎呀 都冷静一下 啊 这事儿 还查着呢 啊 就是 第一个 进网吧 上传攻击文章的人 伪装的 分辨不清楚 还在技术分析着来 啊 网上诺不清 那发那么多攻击信件 几乎给文艺团体的知名人士 新闻媒体 上级的领导机关都发辩了 能查不出来 还用无名的手机号 到处乱发乱骂 那么卑鄙恶劣 你们也查不出来吗 啊 一琴鹅他弟还在发飙 乔所长耐心解释说 哎呀 送信人戴的口罩墨镜 啊 还有这个棒球帽 像是掏钱顾下的 啊 也正在查嘛 能查出来吗 反正弄这四的人 心里都很阴暗 手段也很恶劣 而且啊 特别狡猾 啊 但是要相信 再狡猾的狐狸 都会露出尾巴的 啊 再说 能把疫情鹅恨成这样 其实也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啊 那你判断出来了吗 哎呀 冷静 冷静些 啊 我冷静不了 我解释人 不是木头 钢铁 我都受不了 他能受得了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 主角 演播 黎春 制作人 于丹 其实很多艺术家 都把攻击疫情鹅的信件 手机短信 全转交给了薛桂生 要他一定要引起重视 说 这看似是在侮辱疫情鹅 其实是在搞回省情 把你行业的领军人物 抹黑 搞臭 弄倒 你这个团队 还有什么颜面 什么高度 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疯子导演和几个老艺术家 甚至逐字逐句的 给薛桂生分析黑心 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是一场有策划 有预谋 有组织的行动 他们用红笔 勾出这样一段话 易情鹅身上 一切荣誉 都是靠出卖色相 让圣秦 一个又一个的掌权者 败倒在他的十六群下 从而拿公款 禁账 贿赂 包养出了这么一个 艺术怪胎 人间奇葩 这些信件 明显是经过精心的润色 在分解成多篇控诉状 然后 以地毯轰炸式的方式 抛向高层 抛向社会 企图达到彻底毁灭 易情鹅的目的 所有看过信的人 都认为省秦找不到这样的携手 看似藏满了文革杀鸡 却与时代语言 粘贴的严死和风 给易情鹅 列举了十大罪状 几乎每一桩 都说得言之凿凿 有理有据 单看信 易情鹅 几乎到了 十恶不赦 不杀 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 并且还说 这仅仅是易情鹅 丑陋人生的冰山一角 薛桂生跟乔所长 都商量好多回了 并且到市局也立了案 可搞了这么一大圈坏事的人 是深暗此中之道 才弄得有点滴水不露 大雪无痕了 大家其实一直不愿 易情鹅知道的太多 是想让他在 尽量封闭的状态里生活着 可是在医院躺了几天 戏迷是成群结队的来看的 过道里都摆满了鲜花 连从不看戏的医生 都惊讶地说 这个唱琴枪的演员 还这么厉害的 易情鹅就躺不住了 想接着把演出计搞完 薛团长正高兴着 准备安排继续地演出 可易情鹅他弟终于忍不住 把他能收罗到的所有黑信 全搜了来 要他姐好好看看 看他还唱不唱这个烂戏 易情鹅一夜一夜地翻着 心里就跟刀子绞着一样 泪是从心底涌出来的血珠 几乎每件事都是黑白颠倒的 首先是他跟廖耀辉的关系 明明是廖耀辉强奸未遂 却偏说他为了骗人家 廖耀辉的冰糖池 自己摸上了人家的床榻 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 都是他唱戏的恩师 像带亲孙女一样爱恋着他 却被说成是他为了唱戏 跟四个老头都干尽了 头怀送抱的苟且勾当 女风萧萧的确是有点恋爱的意思 却说他长期睡在人家家里 骗尽了感情后攀上高官之子 将人家一脚踹开 从而让一个前途光明的文艺人才 堕落成对社会毫无用处的街头酒鬼 而赡养平团长 是一手把他从受尽歧视的外线演员 提携成省情的台柱子 最后为救人 以残疾之身踏死在台下 却落了个与他长期勾搭成奸 身残心更残的银棍团长的恶名 风道的爱人 在他来省情之前 就已是病得不能下楼 却硬说成是因为他想上戏 似缠住疯子与其长期购合 以致气得他夫人一病不起 忠诚废人 薛贵生团长没有夫人 原因不得而知 但在这些信件里 却揭示的淋漓尽致 说两人因暗中拼居多年 薛贵生才色胆包天 用纳税人的钱两次重排胡仙杰 以达到把情妇益情额 包装成勤腔金皇后的丑恶目的 益情额不仅在团上 大搞全色交易 异色交易 在社会上 以唱茶色系为名 大肆敛财 与多个老板有床地之染 尤其是像一个叫刘四团的美老板 以上床一次一百万的成交额 先后收取数千万的卖银费 更为可憎的是 因其道德败坏品行低下 而先后抛弃两任丈夫 第一任 是因其高官父亲退休 再无油顺可诈 致丈夫身体有病于不顾 毅然决然抛弃离异 第二任 完全是从玩弄性欲开始 只是觉得从山里来的野人 蛮荒有力而已 玩腻后 最终也因其无权无势无钱 而再次被赶进深山 做了当代的男白毛女 至今生死下落不明 益情额惯用的伎俩就是 只要利益需要 什么烂桃臭性 都可以塞进嘴里 嚼之如干衣 就连丑陋如五大郎的民间 下里八人的编剧琴八娃 为了请人家给他写信 也是几次请来西京 与其在酒店 盈盈狗狗 彻夜陪吃 陪喝 陪睡 信写到最后 甚至连着发问起来 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艺术家吗 需要这样的金皇后 银皇后吗 他已经堕落为社会渣子 反面教材 却还占据着舞台中央 让成批的优秀演员成为他可怜的殉葬品 醒来吧 各位受蒙蔽 而还支持着 易清娥这个仓妇的领导同仁们 戏迷们 该是让阳光 把丑陆与罪恶晒化的时候了 让我们共同努力 还艺术一个晴朗的天空吧 易清娥的眼前 越来越模糊了 他突然狠狠骂了他舅一声 活三远 你为啥不早些死了呢 把我弄来尝戏 尝 易清娥愤然把扎在自己身上的吊瓶抓下来 狠狠摔碎在了地上 他弟听到响声进来 一把抱住姐姐 易清娥已经哭得气都抽不上来了 他弟急忙喊来医生 给他打了一针镇定药 才慢慢地平复下来 易清娥又一次醒来的时候 病房里坐着的是薛团长和秦八娃 他的脚头依偎着送雨 易清娥什么话也不想说 他知道因为他 把所有跟自己有工作和生活关系的人 都燃扯伤了 他脑子里几次闪到楚家河 但楚家河在自己受伤以后 还提着水果来看望过自己 并且还到处都说得义愤填膺的 说他还找周玉芝说 咱们姐妹得团结起来 要好好保护清娥来 周玉芝给易清娥说起这事时 他还特别受感动 在他心中 楚家河好像也没坏到那种程度 加上这样的文章 就是打死 两他楚家河也写不出来 薛团长让宋宇出去 他们三个人留下 又分析了一阵 想 到底可能是谁干的呢 秦八娃摇了摇头说 还是不要分析了 没有用 你易清娥只要是优秀 只要处在这门艺术的高端 你就是众矢之地 除非你自己躺下 再不出场 再不演戏了 当大家都叹息着 可惜了的时候啊 你易清娥才安生了 我说呀 你们把这个事 看得过于严重了 我秦某 可能是香巴老 反倒把他看得一文不值 这倒是个什么事情吗 不就是让臭虫咬了一口 起了几个红疙瘩而已吗 他就真的能把易清娥搞臭吗 就真的能把咱们易清娥打倒吗 打不倒的 永远记住 能打倒自己的 只有自己 谁也打不倒你 把你气成这样 也许人家正偷着笑嘞 清娥 什么都是有代价的 优秀的代价 尤其大 这是人性之恶 坏人啊 在这个世界上 是铲除不尽的 若能铲除尽了 我就帮你 彻底打豆腐去了 你也就不需要再唱 游戏壶 白蛇传 胡仙结了 你啊 尽力了 你为秦枪所做的事情 应该有一份 任由评说的放大 清娥 你不喜欢人说你傻 其实啊 你就是傻乎乎的 我倒是希望 你能保持着这份傻劲 什么也别在乎 就唱你的戏 你知道不 单纯 是应对复杂的 最后一剂良药 第132集 在医院里 清巴娃对疫情额说 单纯 是应对复杂的 最后一剂良药 秦老师 戏 已经把我唱的 可以说是肝肠寸断 苦不堪言了 离了唱戏 你会变得更加苦不堪言 甚至变得 一钱不值的 秦巴娃的话 说得很狠 把我都说成娼妓了 我还能朝舞台中间站吗 任何丑陆 在你的单纯 阳光 敢于直面的面前 都会变得苍白无力的 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 我害过一个人吗 我甚至见了蚂蚁 都要绕着走开 不愿踩死的人 他们 为什么要这样待我 谁让你要当主角呢 主角是啥 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 因为你掌控着舞台上的一切 因为你就需要有比别人更多的牺牲 奉献和包容 有时候啊 甚至需要有宽恕一切的生命境界 唯其如此 你的舞台才可能是可以无限延伸 放大的 请把娃把话说得很慢 但很坚定 易琴娥到底还是坚持着 把剩下的戏全都唱完了 薛贵生自作团长开始 就有一个自己的目标 一定要在自己的手中 给省琴培养出一批新生力量来 他跑断了腿 磨破了嘴 总算招下了一批学员 经过几年的培训 是到了该用一个好戏 把新人推出来的时候了 易琴娥这一代 算是把省琴称得红破了天 可他毕竟已经年过半百 这个团要生存下去 就要有后续力量 剧团这行业 是红一阵的黑一阵 热一阵的冷一阵 由于文化生活方式的丰富多元 传统行当 总体是显得越来越不景气了 社会上本来就对 搞吹拉弹唱的抱有偏见 加之成业又苦又难 尤其是能干到主演主奏份上 几乎是凤毛麟角 有时候成百人的一批学员 最后能叫成器的人 也就那么两三个人 甚或有整批报废者 景象的确是十分残酷 即使挣扎了上去 也是声明大于实际的受益 且大多数配演 乐人 舞台装置部门 待遇都极低 好多剧种已经招不下人了 大家都知道 薛桂生当初上任表态时 曾经撬着兰花指 说了三个他特别熬间的字 钱 戏 人 钱不用多解释 开门老汉都知道剧团缺钱 戏就是好戏 一锤子能砸出鼻血的戏 真正叫好叫做 还能长久演下去的好戏 人 自是人才了 尤其是后辈人才 在薛桂生看来 剧团培养一两个顶门的人才 是比皇上培养太子都难的事 兰花指 刚好是三个指头翘着的 所以薛桂生走到哪里哭穷 喊冤 就都知道 盛情是有三个指头的难成了 翘得最高的是小拇指 而那个小拇指 恰恰就是后辈人才问题 为了不让这个保经风霜的名团 烧火断对 他有意让逐年退休空出来的编制 不再尽人 预留着金饭碗 好让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就业吸引力 把新学员牢牢吸引住 事实证明 剧团自己招学生 跟班培养戏剧人才的方式 虽然说传统老旧了点 但却最是行之有效 它可以很好地保持住一个大团的艺术风格 并让行业的师承关系 得到更具有根性的生长发挥 转眼到了第五年 薛桂生招的学员 该是到了推出毕业大戏的时候了 他的兰花纸就撬得比任何时候都密集 慌乱无序了 未来的省秦主角 能不能从这百个孩子当中浮出水面呢 如果花了五年的功夫 浪费银子无数 最终悉数报废 那他只有找刀 把自己的兰花指头剁了算了 免得留下笑柄 让省秦人几十年后 还拿他的三个指头翘来翘去地说事 这一伙人 模仿人的特点 那可都是天下一等一的好角色 好在 他跟所有的人 几乎都看见了希望 这个希望 就是宋宇 易琴娥给宋宇排出的第一个折子戏 就是打交赞 同时还排了一个唱功戏 鬼院 打交赞是他当初在宁州的破蒙戏 长度仅半个小时 可易琴娥整整给宋宇排了一年半 鬼院只二十几分钟 光唱枪他就交了一年多 戏又排了一年多 连宋宇都有些烦了 可易琴娥还说 他的动作感情都不到位 他说 妈妈当初之所以能出道 就是因为没人急着要我出道 所以 我才暗暗在灶门洞前 苦练了好几年 那种苦练 也不知什么时候会有人看到 就是一种 每天都必须打发掉的日子而已 这唱戏啊 这唱戏啊 看的就是那点无人能及的俏道 无论唱念作打都是这样 尤其是技巧绝活 没有到万无一失的程度 绝对不能朝初里拿 只有练到手随心动 物随意转 才能在舞台上 展露出那么一丁点 绝儿的光彩 练到家了 演出就是一种享受 练不到位 演出就是一种遭罪 甚至丢人现眼呢 直到有一天 一清额觉得 是可以和乐队两结合了 终于的一文一舞两个折子戏 才慢慢被人完整看见 但几乎是一下子 就把所有看过的人都震住了 训练班的头 很快就汇报给了学桂生 要他赶快去瞧瞧 学桂生把戏一看 那个激动啊 兰花只发抖的 是用另一只手 压都压不住 他直在心里说 成了 成了 这帮娃 可能真成了 只要成一个 那也就是成了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 有人就把宋语 叫小益情额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长篇小说 主角 演播 黎春 制作人 于丹 秦八娃 是须贵生提着礼物 专程去北山接来的 秦八娃最近很忙 她忙前忙后 忙了好多年才忙下来的秦家村古镇 没修 终于动工了 虽然没人让她负责工程 但她得盯着点 她还害怕这伙 急功近利之徒 把好事给搞砸了 她老婆死活不让她出门 说八娃一走 她整夜都睡不着 她对薛贵生说 你们老日弄她血戏 挣几个钱 还不够她抽烟 喝酒 吃药的 那是血戏吗 那是熬人游 点人辣的 你们知道不 我们八娃弄一个戏 纵的两个眼睛 跟憋眼一样 见了我都发词了 是一成半年都缓不过劲来 连打豆腐 她说的都是戏里的事 这个老色鬼 还就爱写个淡卷的戏 整天哼哼唧唧的 好像她还成了里边 让人爱的死去活来的相公人 你知道不 为给你们弄戏 好几回 把豆腐的石膏点老链 让人家老主公都骂咱 是卖砖头的 倒是写的 啥子破稀有 穷的 还不如帮我 打豆腐来钱快 薛桂生是千恳求万作一 还给他老婆打包票说 这回保准搞愁高 才算把琴八娃拽上了车 请进省城 薛桂生先陪他看了 宋宇的打交赞和鬼怨 戏一看完 秦八娃就说 他血压有些不对了 直含脑壳炸得疼 弄到医院挂上吊瓶 他才给薛桂生表态说 成了 生亲又要出人了 我秦某就是死 也再帮你写一回戏 我是看上这娃的材料了 照说我这个年纪啊 只能改改戏 是真的写不动了 激动不得 熬夜不得 苦思不得 冥想不得了 有时候啊 为了撵弄一句好词 把脚趾头抠烂都抠不出来 我这个老婆子啊 老骂我 说我上辈子 是吃了戏子的屎了 这辈子就这样心甘情愿的 给人家当狗呢 再写一回 搞不好啊 就把老伴写成寡妇了 要是写成寡妇了 你 你薛桂生 可要负全责哦 我负全责 你放心 我薛桂生 负全责 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啊 秦巴娃被薛桂生 安排到了宾馆里 专门让办公室 最漂亮的女主任 亲自打理伙事 也是严防死守 怕她悄悄地逃了 一切的一切 终是为了逼出个好本子来 在薛桂生的心中 再没有比秦巴娃更适合的编剧了 她是想借助这个大功率的火箭发射器 把娃们一次成功地发射出去 只要秦巴娃娃在 薛桂生的兰花纸就自由自在地弹跳得了的 成了 她天天对办公室的美女主任说 只要把这个老家伙伺候好 火箭的发射就成了 办公室主任说 薛桂生 这是给咱秦老师上美人记来 薛桂生神秘地眨眨眼 放心 老家伙 乖着嘞 不过最近 薛桂生的烦心事倒是不少 对易青蛾那么大的肆意攻击侮辱 竟然并没有把她这个行业搞臭搞衰 相反 倒是有越来越多的演员 都以无法预测的能耐 自己跑来资金 要排新戏 想把自己也推上主角的宝座 薛桂生还不好阻挡这种积极性 一旦阻挡就有人说 他心中只有他的义爷了 说他就是他义爷的私家团长 其余人都是路人和外人 顶多也就是个干亲 气得他还有气无处发去 就连多年都不上台 在赡养萍团长手上 为跟易青蛾争李慧娘 而愤然离团 出去开灯光音响公司的公历里 最近也突然来找薛桂生 说想办个个人专厂了 开始他还没听懂 说你们把灯光音响公司 办得红火的 连大西北都总代理了 还办什么专厂呢 砖瓦厂 那是农民企业家干的活儿 你们哪办的销吃的销呢 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 能赚大钱啦 一下子把公历里惹得好笑的说 不是办专场 是办琴枪个人专场演唱会 薛桂生才翘起兰花指 欧了一声 公历里说 他都六十岁了 从业也四十多年了 把琴枪爱了一辈子 也恨了一辈子 他想再过过戏隐 就跟琴枪彻底白白了 还说 只要省情挂个名头就行 配演 乐队 合唱队 包括一应排练费用 全都由他个人包园 据说 两口子这些年 大概赚了几千万 房子别墅也是好多套 孩子送去了澳大利亚 他跟丈夫皮靓 跟候鸟一样 冬天住在三亚 夏天住在哈尔滨 冰岛 瑞典 芬兰 丹麦 可就是这唱戏饮不过 一口气早晚都没咽下 他曾经是这个舞台上的 李铁梅 柯香 江水英啊 岂能就这样 挣一堆钱 吃吃喝喝 玩玩乐乐 就把生命了了 团上 也是考虑到 龚丽丽过去的贡献 就答应给他把个人专场办了 谁知 一时激起了千层浪 办了龚丽丽的专场 王丽丽 朱丽丽 刘丽丽 也怦然心动 都觉得 站到舞台中间的感觉真好 也就都来缠着要办专场 弄得薛桂生左右为难 实在嫌耽误团上的人力 时间他就推三阻四的 搞得一些人背后里又说 薛娘娘是省秦历史上最难说话的二椅子团长了 其实 如果就办个人专场 团上还好应对 毕竟简单些 可有些硬是要排原创大戏 还要参加这赛那奖的 这尾时让薛桂生做难了 这里边闹得最凶的 就是楚家和了 这家伙能耐真大 最近跟一个私营企业的老板搞到了一起 老板爱戏如命 并且就希望把自己一生奋斗的故事写成琴枪 让剧团到处演出宣传去 说上戏曲剧院就排了好多现代戏 到处演 观众还爱看 他说他相信自己的故事 不比那些戏里的差 而且还会更感人 还说钱不是问题 打心眼里讲 薛桂生不喜欢搞这种戏 且不说是为了一个挣了几个钱的老板立传 不合乎他的价值取向 单说那故事能不能成戏 内行一看都是心鸣如镜的 可楚家和怎么都不相信 蛇是冷的 热情高涨得了的 价值又不差钱 看来不让他试一试 就有打压人才的危险了 薛桂生就不得不勉强点头同意了 楚家和立马找了跟他关系好的编剧 商量本子杂写 这个编剧为他跟疫情额斗法 是没少出主意下案例的 结果 剧本写出来后 楚家和傻眼了 他们商量好的 戏虽然以男角为主 但着力点 却是要放在他老婆身上 是这个老婆支持着男主人公把事业干大的 可编剧咋揉老婆的戏还是卷不进去 即使安排了几大段核心的唱段 一段都是四五十句的唱词 还是觉得戏不在他身上 剧本又反复地改来改去好多稿 楚家和倒是满意了 老板却不高兴起来 他是想着要宣传他的光辉业绩 顺便把老婆捎带上就行了 可没想到 戏是把个老婆从头说到尾唱到尾 他就像个白痴一样当了老婆的傀儡 戏演出来 只听旁边的观众说 这就是个瓜老板嘛 啥都听老婆见 自己能弄个啥 气得那老板坐在椅子上 戏演完半天还起不来 最后是楚家和硬缠着他要合影 才问戏咋样 他把大腿一拍站起来说 还说球来说 我做四个瓜俗 闷肿 头顶粪筒吃软饭的傻货嘛 我还半场呢 我 说完 扬长而去了 楚家和硬缠 吴家和连装都没来得及谢 就跟着编剧一路去回话 反复表态 说还可以改 立马改 老板一句话也没说 蹭得上了路虎车 一脚油灯的连车旁的垃圾箱都被撞了几个翻身 事后 薛鬼声对人说 一熟这个东西啊 规律性是很强的 紧紧不差钱 是不够的 关键 关键你得相信 蛇是冷的 谁再说它能 靠雾 四把蛇啊 雾不热的 第133集 易清娥从毅四十年演出季 算是高高提起 轻轻放下了 她回避了所有的采访宣传 就只当是平常的演出而已 四十多场戏 让观众 尤其是一迷们 过足了瘾 她自己的内心 却是始终处于一种恐惧和瘾痛中 在活动持续降温的同时 有关方面的调查 却一直在升温 查到最后 把注意力几乎全部 集中到了省秦内部 见天都有警察进进出出 他们挨个找人谈话 要每个执情者都提供情况 只要平常跟易清娥 有过摩擦的人和事 几乎都要问个底调 弄得气氛十分紧张 也搞得很多无辜者怨言四起 是易清娥主动找到领导 乔所长 要求赶快停止调查 盛秦的惶恐与人人自危 才慢慢地平息下来 她弟为这事 还跟她大吵一架 愿她就是一个软淡 窝囊废 说坏人不查出来 以后还会变本加厉 可易清娥依然坚持 不让再查下去了 她觉得 这件事 与自己一生所受的侮辱 又算得了什么呢 反正知道秦枪的人 就知道易清娥 知道易清娥的人 就知道她十几岁 就被一个做饭的糟蹋了 还说她裤带很松 谁都可以解开的 你跟谁理论去 对手到底是谁 敌人隐藏在哪 谁有这么大的能耐 几乎让人人皆知 说易清娥就是个破鞋 易清娥是谁都可以拉上床的贱货 其实 这些侮辱她的文章里面提到的男人 还远远没有真正想接触她的男人多 如果她的口风不紧 甚至可以给她罗列出成百上千号人来 多少爱她戏的男人 通过短信 微信 电话 甚至邮件 向她表示过暧昧的情怀与好感 但她都悄然删除 从未回复接纳 如果是破鞋 娼妓 她可能跟成百上千个 向自己献殷勤 是好 舍套 围猎 追逐的男人上过床了 有的男人下的功夫之大 真是让人无法想象 她可以直接送你一个 价值数十万的钻戒 身货一套房子 一辆宝马 易青鹅觉得自己的嘴 是严实的 可以用铁臂合围 固若金汤这些词了 她懂得 演员这个职业 就是大众情人 不过 你得牢牢地守好自己的底线而已 为了不惹闲话 为了省却更多的麻烦 为了躲避无尽的尴尬 无奈和困窘 易青鹅从来都是演出完就回家 既不去任何公众场合凑热闹 也不参加各种明目的宴请 更不赴约去谈天说地 并且 她平常总是穿着一身练功服 连淡妆都懒得化 平板支撑之所以能撑一个小时 现在甚至能撑到一小时四十分钟 就是因为她能静下来 像乌龟一样 一动不动地缩伏静卧 即使在家里 她也不太说话 娘说三四句 她能回一句 手机大多时候也是关机状态 因为她已经饱受了人生最致命的侮辱 甚至对性都有一种天然的憎恶感 第一任丈夫刘洪斌 是她说啥就是啥 石怀玉这个野人倒是把她折腾得有所开放 可自打儿子从楼上摔下后 她就越来越觉得自己是遭受了报应 她觉得自己是杀害儿子的凶手 她到现在还恨着石怀玉 石怀玉是自己杀害儿子的走狗 帮凶 地刀人 总之 她对自己是越来越不满意了 她甚至还暗暗觉得 那些侮辱她的东西 包括提到的那些男人 与这个世界上真正对自己 有觊觎 有想法 有行动的男人群体比起来 真是九牛一毛了 正像黑材料里所指出的 这些罪状仅仅是易清娥丑陋人生的冰山一角 易清娥从来都没觉得 那些觊觎自己的男人是什么好东西 包括一些很有地位身份的人 但她也没有觉得那些是什么坏东西 在她眼里 那些人也都是佛祖说的 可怜的不觉者而已 反正 她每每就是傻笑一下 装作不懂 不解 回避不理 也就是了 在她肚子里烂掉的东西 可真是太多太多了 这些事 如果都让恨自己的人知道了 再添油加醋地炮制出来 还不知道要毁掉多少人的生活与前程呢 自己 为什么又要去毁掉 这些可能是一念之差 也可能就是可怜的 不能自拔的不开悟者呢 潘金莲就只染了个西门庆 寄予了个武松 就成了淫妇当妇了 自己的一生 竟然搅扰的那么多男人 不得安宁 论起来 该是比潘金莲坏十倍 百倍 千倍的女人了 即使凌迟处死 大概也是死有余辜的 有一天 乔所长突然把他叫去 有些神秘地告诉他说 请啊 所有线索啊 最后可能都指向了一个人 啊 谁 楚家和 啊 你这个老乡 他背后还有人 还有携手 有推手 啊 这些文章啊 短信啊 大概出自两三个人的手笔 但都与楚家和有关 啊 他没文化 不能写 但他有调动这些 携手的手段 啊 最后发酵成这样 可能是他们希望的 当然 也可能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啊 整个社会 都被这种 很是有趣 有色 有味的名人丑闻 传播的一发不可收拾了 啊 那 敢肯定是楚家和吗 还得进一步侦查 获取强有力的证据 啊 但是王 已经收小了 你这个老同乡 几十年的主角争夺者 也是整个剧团人 所提供的怀疑对象 啊 这件事啊 可能要坐实 啊 易清娥半天没说话 过了许久 他十分震惊地说 算了 乔所长 不要查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可是你已经让这个事件 搞得面目全非了 为什么不查 啊 为什么不承治这样的恶人呢 啊 不为什么 我已经厌倦了 对于我来讲 澄清 也是没澄清 只要有人想说几句易清娥 就会自然带出自己的很多联想出来 我十四五岁时候心里受的伤 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结果说来说去 还是被说得远离了真相 误会了我做女人的一生 越解释 越模糊 越反馈 越让我烦 还是不说得好 这一切啊 就让他这样过去吧 我没有伤害过人 任何害我的人 我也不想知道 我也不愿意看到 这些人 经受了比我心灵还伤惨的惩罚 我需要安静 只要由此安静下来 再无渊渊相报 兴风作浪 我也就能心静如水了 乔所长 谢谢你啊 也谢谢派出所的所有同志 改天你们有空 我去给你们唱一次堂会 谢谢你们 乔所长还想说什么 易清娥已经转身离开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 主角 演播黎春 制作人于丹 也是出于凑巧 易清娥从派出所回来 竟然在大门口遇见了楚家和 自恶公她的事件发生后 楚家和在她的面前 是表现得格外殷勤 过去逢年过节 她从不给易清娥发短信 但今年除夕 楚家和专门发来一条 祝她新年大吉 万事如意 还有什么 深正不怕影子邪 云开雾散见太阳之类的喝词 她当时心里还一热 觉得到底是老乡 遇事才见人心呢 没想到 竟是一汤浑水 让她越汤越迷糊起来 易清娥 有种身心疲惫感 也有种百无聊赖感 自己还能干什么呢 只有唱戏 好好唱戏 唯有把生命 全部投入到练功 排戏 唱戏中 才感到 自己是没有伤痛的存在着 要不然 她就会想到很多很多事 儿子 家人 刘洪斌 石怀裕 几乎没有一件 不让她掏神 挠心的事 尤其是石怀裕 连婚都没离 就钻进深山 阴信全无了 她易清娥 到底算咋回事 就这样乱七八糟地活着人 不拍戏 不练功 不一成一个多小时的 门背后平板支撑着 她还真不知道 这日子 该怎么打发了 好在她的心里 还有好几本大戏要拍 她给自己暗下的决心 越来越坚定 那就是到自己六十岁时 演够五十本戏 中校仁义 那四个老艺人都说过 往日 一个名角 背不动一百本 网上的戏 那就算不得大名角 戏越少 被人超越 替代 顶包的可能性就越大 他们强调说 名角是靠走周过线 唱出来的 不是喊出来的 一金额怀疑 她这一生 已经没有能力和精力 排购一百本戏了 但五十本 还是有希望实现的 演的戏越多 她越感到了 拿捏戏的自书 真应了那句话 叫从量变 到质变 也唯有不断地排戏 演戏 她才觉得 是在有意义地活着 是填补了生命的空虚 空洞 忘却了哀怨 伤痛地活着 除了自己排练 演出 易情额 还有给养女 宋语教戏的任务 直到如今 她也没觉得 让宋语学戏 是件好事 一切的一切 都还是怕孩子受伤害 成了主角 是众矢之地 成不了主角 也会活得进退两难 有时 甚至还会觉得 痛不欲生 脸面全无 总之 唱戏 就是个让人 爱恨不得的 古怪之业 可没想到 她给孩子 只排了两个折子戏 竟然就引起了 这大的响动 听说 全班毕业大戏 都要根据宋语的条件 量身定制了 至于上什么戏 学团长对外 还都保密着 有人说 是羊排风 有人说 是白蛇传 还有人说 可能是游戏湖 可把琴巴娃老师 请来 干什么呢 难道 还要对这几本戏 进行大修改 要不然 杀鸡 何用载牛刀呢 易秦娥在精神 逐渐恢复以后 就想见见 秦巴娃老师了 她还有一个梦想 就是在有生之年 再演一部 秦老师写的 原创剧目 如果能再演一部 也就是三部了 一生 要是能演秦先生的 三部原创作品 也算是 没白当一回演员 她觉得 演原创剧目 更过瘾 尤其是演秦先生的戏 几乎每一部 都是巨大的挑战 需要你使出 浑身的解数 去理解人物 创造角色 她也知道 全国许多知名演员 都在找秦先生写戏 可秦先生说 他只熟悉秦枪 写不了其他剧种的戏 他说 自己不了解 其他剧种的特性 没有秦枪抓地一样的生活 写出来也是干巴巴的 因此 他一生只为秦枪写戏 写得很少 但初出精彩 个个成情 秦老师 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 这几年 一直为他打理戏 他答应过 是要再给他 写一部原创剧目的 还说 那也将是他的 鸭眷 丰山之作 秦老师 最近一直在吸睛 易清娥 因为遇见 这么些龌龊事 并且把先生 也牵连其中 他就没心思 更不好意思 去叨扰了 当乔所长说 楚家河这个名字时 他反倒有了一种 释然感 他从来不自大 但也从来 没把楚家河 当回事 那就是个 功底很差 但又特别想上台面 出风头 当主角的演员 即使老天爷 帮他搭了 香金欠玉的舞台 让他站上去 也就只能 唱那么几出 发不出任何 光彩的凉广戏来 他致命的弱点 不全在功夫差 还差在 缺乏内在的 情感调动上 他的戏 迟早都直走了表皮 与内心 发生不了任何关联 任导演再说 同行再提醒 包括自己 也是给他说了 多少次的 可都无法改变 他演戏不过心的 顽疾 顽疾两个字 是疯子导演说他的 还不能说 他理解能力不够 他的嘴 甚至比任何演员 都能说 角色 也分析得 头头是道 可一表演起来 就是温吞水 就是凉广 就是傻皮 谁也拿他 没办法 这 大概就是演员 这个职业的残酷了 内心不来电 无生命的爆发力 骂死 打死 气死 也是枉然 也许到了今天 易青鹅才突然有点 不管不顾起来 哪怕别人说 他是戏腰 戏霸 戏魔 是薛团长 他姨 他婆 他奶 甚至他祖奶 他也要唱戏 不知 谁还给他起了个 一爷的外号 叫得到处都是 他明明是女的 怎么就被称作爷了呢 又不是自己叫的 爱叫 让他尽管叫去 反正 他易青鹅 就是要占领着省秦的舞台中心 成为省秦 无可替代的 金台柱子 唯有这样 他才可能 真正从社会的谣言 诋毁 甚至妖魔化中 找回易青鹅来 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秦老师 的确在写戏 并且是原创戏 剧名叫梨花雨 还是以女角为主的戏 写的是旧艺人的命运 但主角 却不是他易青鹅 第134集 梨花雨的主角 是易青鹅的养女宋雨 她当时就傻愣在那儿 她甚至失态地问 为什么 不是我 秦老师反问了一句 把你女儿宋雨 推出来 不好吗 可她才十六七岁呀 能担得起 这样的主角吗 青鹅 我记得 你出道的时候 也才十六七岁呀 十八九的时候 你已经是 北山地区的大明星了 这个戏的创作啊 还需要一段时间 等二度完成的时候 宋雨 也该是年满十八的人了 易青鹅的双手 微微有点颤抖 你 你不是答应 再为我写一部吗 秦八娃 两只眼睛 分离得很开很开地说 我没有觉得 这部戏 不是为你写的 明明是 易青鹅激动地 有些说不出话来 秦鹅 这个宋雨啊 是你收养的孩子 她拍的两个折子戏 也都是你手把手教的 团里所有的人 几乎都自然而然地 把这孩子 叫小易青鹅来 为她写戏 把她推上 琴枪舞台的中心 这难道 还不是为你写吗 易青鹅 易青鹅说不出话来了 她的悲凉感 是从心底 慢慢抬升起来 直到手脚 都有些冰凉了 这时 薛贵生 突然来看秦八娃了 她见易青鹅 是这般魂不附体的神态 就有些不明就里地 看了看秦八娃 秦八娃继续说 秦鹅啊 培养这帮孩子 是秦枪事业的需要 托举松雨 我觉得既是省秦的需要 也更是你的需要 你看看 你的艺术生命走到今天 唯有依托徒弟的眼镜 才可能继续地延展下去 否则嘞 等到你六十岁的时候 这帮娃娃 已经二三十岁了 再站不到舞台中间 一切 也就晚了 安整的 这里面 有对秦枪的感情 有对一个好苗子的感情 更有对你 易秦鹅的感情啊 我觉得 我是在为你 延续艺术的生命里 无论秦巴娃怎么说 圣秦这个原创新戏 主角已经不是易秦鹅了 这让他还是突然感到了 生命的致命一击 易秦鹅对薛桂生 从来都是尊敬有加的 可今天他突然感到 这家伙 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大的阴谋家了 他翘起的兰花纸 那么恶心 做作 秦巴娃 也是从来没有如此丑陋过的 尽管那眼睛 过去就是南北调 有人说 那是一双 还没有净化过来的 古生物眼睛 一支是仰望着天空 一支是扫描着大地的 他的眉毛 昔日就是两支 相背而去的小蝌蚪 可今天看上去 就更像是老戏舞台上 总在暗中 摇着鹅毛扇的大丑了 在易秦鹅生命最艰难的时候 他们竟然合谋着 把自己朝琴枪舞台的边缘上推 并且推得如此决绝 如此的心狠手辣 易秦鹅 绝望了 尽管宋宇是自己的养女 其实也就是自己从来没有另眼相待的亲闺女 他也希望 孩子既然唱了戏 就得唱好 就得唱成台柱子 就得唱成琴枪的响当当的名角 可不是现在呀 不是今天就站出来跟自己抢主角 抢名头 抢位置 自己才刚过五十岁 还有好多戏要唱呢 舞台中心 他会让出来的 尤其是让给自己的女儿 但不是今天 今天就让他退场 谢幕 下台 真是太残酷 太残酷 太残酷了 他觉得 这是比那些毁灭他的谣言 黑材料 更让他深受伤害的事 易琴娥 慢慢站起来 甚至摇晃了一下身子 薛桂生 用兰花指扶了他一把 他正了正 一把推开薛兰花 愤然走出了 琴巴娃写戏的房间 他听见 薛桂生和琴巴娃 在身后叫了几声 但他没有回头 走了很久很久 也不知是怎么 就走到了这个城市 最有名的大学校园里 看着满园的樱花 它的泪水 就一直伴随着樱花雨 纷纷飘落起来 也就在这个档口 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石怀玉突然回到西京 办起了规模宏大的 个人书画展 石怀玉也来邀请过 易琴娥 但他没有见 也没有任何兴趣 去参观他的什么破坏展 加之他是至今 都还不能原谅 石怀玉那晚 不让他回家 所造成的留意 坠楼的悲剧 要见他 就是谈离婚 可现在 又觉得不是时机 他不想把本来 就一团糟的生活 弄得更加稀里哗啦的 破败不堪 谁知 开展的第一天 有人就给易琴娥 耳朵传来话 说石怀玉画展的 第一幅作品 就是一个女人的裸体画 并且咋看 这个女人都像你易琴娥 易琴娥听说后 几乎肺都快气炸了 他顺手绣了一瓶 平常练字练画的墨枝 就去了画展的现场 一看 石怀玉果然是把 画他的那张裸体画 公然悬挂在 最显眼的位置 并且围观者多得 让他几乎不能近身 易琴娥是戴着棒球帽 和墨镜进展示的 没有人认出他来 但几乎所有人都在说 这画的是易琴娥 说易琴娥曾经是这个画家的老婆 在他勉强能挤到画作跟前时 他终于忍无可忍 恼羞成怒地掏出墨枝 哗哗哗 连打叉带挥洒地 将一瓶墨枝全泼了出去 一幅障二画作 很快就成了一坨一坨的墨疙瘩 也就在这天晚上 传来消息 说画家石怀玉 自杀了 他是用一把利剑 把自己文景在那幅障二画作之下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 主角 演播黎春 制作人于丹 易琴娥知道这消息时 还汗津津地平板支撑在卧室里 他脑子里依然在愤恨着这个野人石怀玉 竟然把那么一幅见不得人的东西 公然展览在了美术馆里 据说开馆的时候 是有上千人看过这幅画的 并且已在微信圈广为传播 虽然画作的名字 并没有提名叫响地写着易琴娥 并且他能看出来 于当初画的那幅 也是做了不少的修改 整个身子过去是卧在葡萄架下 而现在是深深浅浅地半眼半藏在烂漫的山花丛中 脸部也改得有点似是而非 可他这张脸 毕竟是有着太多的人熟悉 加之他们俩又曾是那样一种关系 人们就端直说 这幅画的是易琴娥 他一边平板支撑着 一边还在回忆那幅让他怒不可遏的画 如果不是画的他 那的确是一幅很吸引眼球的作品 能看得出来 作者是对所要画的主体 包含着无限的爱怜与深情 整个画展的名称叫大秦岭之魂 而这幅以他为模特的大画 竟然就叫秦魂 他还听人在议论说 这画名似乎没起好 一个裸体女人和秦魂有啥关系 但有人立即回应道 人是万物之灵 这个易琴娥 是秦枪精灵里面的精灵 这个作者肯定是有他用意的 你看看 你能明显看出来 这幅画是这组大秦岭画卷里面 最精致最强颤的一幅吗 当初画画出来时 最让易琴娥震惊的是 就能那么像他 真是太神奇了 但那种一丝不挂的裸露 又让他感到羞耻 虽然在紧要处 是遮挡了枝叶和葡萄的 现在这幅 葡萄和枝叶都不见了 却蓬勃着漫天的山花 让本不该暴露的地方 也若隐若现起来 过去 人是静卧在葡萄架下的 而眼前的画 人是侧卧在金黄色的阳光里 那种健康的生命机里 从脸 脖颈 手臂 臀部 甚至夹着蒲公英的脚丫子上 都有一种 能看进皮肤深层的透明 它与大自然中的花冠 花井 草叶 清泉 形成了完全无法分辨的整体 易清娥 毕竟是学过画的 如果是欣赏另外一幅 与自己无关的画作 她是会爱不释手 甚至对画家 要肃然起敬的 可这个几乎全裸着的女人 画的竟然是她 就让她绝对不能饶恕宽容了 无论如何 这幅把她再一次 在大庭广众场合 播得一干二净的丑陋之作 是不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 并且 要消失得越快越好 终于 她仅用了几秒钟的时间 就把自始之中 围满了拍照人群的巨幅画作 彻底毁于一旦了 所有人都懵了 当有人清醒过来 抢下她手中的大瓶墨汁 甚至愤怒地抓住她 掀掉伪装着的棒球帽 口罩 墨镜 才发现 是易情鹅的时候 大家都惊诧地 连同美术馆的空气一道 迅速凝固起来 易情鹅感到这幅画作 对她的人生羞辱 是空前的 灭顶的 如果石怀玉在场 她是会跟她拼命的 可她没有见到石怀玉 也就无从释放这种怯齿痛恨了 她知道 自己的这一举动 一定会引来轩然大波 但也顾不了许多 剩下的 就是找到石怀玉 与她算总伙之仗了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 还没等到她与石怀玉 刀枪对决 她就自稳在美术馆了 当她在平板支撑中 看到朋友的微信圈 发来的这个消息时 扑了一下 身子就放弃了 这是真的 这会是真的吗 消息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石怀玉果然是自杀了 并且就自杀在 她毁坏的那幅巨型画作下 被人发现时 以血流成河 美术馆的工作人员 送去抢救 可人早就咽气了 天哪 天底下还会出现 这样的事情 易青蛾完全被这一幕吓傻了 当她在她弟和薛桂生的陪同下 赶到医院时 石怀玉都在太平间摆着了 易青蛾 已经吓傻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她第一层根 一直把她紧紧搀扶着 美术馆来了不少人 是薛桂生在与他们交谈着 石怀玉自杀的原因和过程 只听美术馆的人讲 石怀玉这次展出的大秦岭组画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连许多专业画家都镇静着这些作品 给人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审美冲击 尤其是她对大秦岭魂魄的独特视角 以及创新的技法 都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而她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就是这幅秦魂 业内人士以为 这幅作品是代表了这个时代 美术创作的某种高度的 还有人说 可惜了 石怀玉兴许是可以写进美术史的人物 据说在开展仪式上 石怀玉自己反复接受说 秦魂是她人生最得意的作品 自第一次在钟南山画下初稿后 她又带进深山 进行了无数次的修改 她觉得 这是她个人最伟大的作品 她还表示 此一生不可能再画出这样的杰作了 她在用伟大与杰作这些词汇时 几乎毫无谦虚掩饰的意思和表情 也许 正是这种满意与自信 而让她在面对伟大杰作 全然损毁时 竟然嚎啕大哭起来 直到晚上闭馆时 工作人员才发现 石怀玉已经在秦魂下 文景自裁了 在石怀玉的尸体旁 留着一封遗书 美术馆人先交给薛桂生看了一遍 薛桂生又交给了易青鹅 遗书很简单 到底是写给谁的 主题也不清楚 就半夜之 我已活够了 就是再活下去 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该完成的作品 我该完成的作品也已完成 我会带着它到另一个世界去展览 悬挂的 展出的作品 共三百一十八幅 今天 有人已订购十一幅 总金额五十五万元 请将这些钱帮我分别交给相关人 一 给秦岭云台道观十五万 我长期吃住在那里 道长从不嫌弃 为我提供衣食住行 十五万 恐怕是连十几年的吃饭钱都不够 反请转告道长 我对不起他 本来我是答应要用我的画 为他修个像样的大殿的 可画价现在如此低廉 也只能等来世了 二 请给云台道观山脚下的云台小学十万元 那是有七个孩子的一所小学 校长不弃 一直让我给孩子们带美术课 我是答应要帮他们维修校舍 并给一个孩子买一套画画用具的 还答应要搭建一个在野外写生的遮阳棚 三 剩余的钱 请转交给我老了的父母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孝顺的儿子 一跑就是几十年 算个真正的野人 不孝儿子 是应该给他们回馈一点养育费的 可惜 钱太少 不足以报恩 于万一 第135集 施怀玉在他的遗书中说 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 是我最爱的妻子 易琴格 我的爱都在那幅画中了 自打见了易琴格 听了他的琴枪后 我才似乎突然抓住了秦岭的惊魂 觉得他就是这个威鹅山脉的魂中之魂了 我以为画出了这个惊魂 就是画出了世界最美的东西 可在他的眼中 却是丑陋不堪的 我向我的挚爱 深深地道歉 如果能原谅我 请在我的画作中 挑出他最喜爱的 要多少 他可以挑多少 我的生命 都可以给他 何况自画 我该走了 如果可能 如果易琴格能原谅我 请在火化我时 不要播放哀乐 就播一段他唱的鬼怨 以送我魂魄 归情岭吧 易琴格终于嚎啕大哭起来 他长喊一声 怀玉 他一下子扑在 石怀玉的遗体上 深情吻别起了 那颗白布丹覆盖着的 毛虎虎的头颅 石怀玉的死 的确给易琴格的震动很大 没有想到 这么坚强 刚烈 甚至冥顽的一个人 在他心中 甚至完全是一个 没有驯化好的野人 有时 粗暴的就像老虎 狮子 豹子 狼一样 只剩下一身的兽性 却有着这样一颗 脆弱的心灵 竟然 因一幅画被损毁 而毅然决然地结束了生命 他无法想象 在生命的最后几小时 石怀玉是怎样撕裂 疼痛 绝望 以致无法忍受 无从排解 而挥剑摸过了脖颈的大动脉 那些 竟然能让树杖外的地方都飞溅着冲绝的痕迹 在疫情和自己的人生中 也有过几次欲死的念头 但 终于没有那种勇气 还是迎人苟活了下来 可石怀玉 就为一幅禽魂 竟然决绝地山崩地裂 欲石俱坟了 忍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 诸多的谴责和压力 倒没有让易情和感到委屈难过 她就是不能理解 石怀玉 为什么这样轻而易举的就自杀了 是因为化 还是因为她呢 还是因为有其他再无法活下去的理由 易情和有点不能承受 这生命之重 秦巴娃来看望易情和 秦巴娃说 石怀玉啊 我不了解 但从她的举动看 这是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人 她只为艺术而活着 碰见你 她也觉得是碰见了一件 她一生最真爱的艺术品 你毁了那幅画 你毁了那幅画 在她看来 既是毁画的问题 更是毁人 毁心的问题 她能把这幅画 起名叫秦魂 你就能看到 这个作品 在她心中的分量 更能看到 你在她心里边的分量 据说 有人开价几百万 买这幅画 她说 唯有这件作品 是不卖的 多少钱都不卖 她还说 死也不卖 可是 你却毁了这幅作品 她是从你毁画的行为中 看到了你对她的生命态度 她绝望了 从石怀玉的死 可以看出 这个人啊 活得很单纯 跳出正常人的思维看 石怀玉 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 很幼稚的生灵 尽管她长着一身 野人的毛发 但是 却稚嫩的 像人世间的婴孩 她有点像动物界的 大雁和天鹅 配偶死了 自己就会死守一旁 郁郁而亡 你想想 画死了 那画中的人 是你啊 一旁的学鬼圣说 秦娥啊 也不能全怪你 石怀玉 石怀玉 我知道 租这么个古怪的性格 你不要想太多了 哦 还得自己保重节哀 易秦娥从来不相信什么八字印 客夫之类的鬼话 可是今天 她似乎有点怀疑自己了 怎么爱自己的男人 几乎最后都是要死要活的 凤肖肖肖成酒鬼了 刘红冰成贪子了 石怀玉自杀了 除了凤肖肖 只用心做 而几乎很少拿语言交流外 刘红冰和石怀玉 都曾说过这样的话 你易秦娥 就是上天派下来的妖孽 一个专门谋害男人的活妖怪 让我们受尽情感的折磨 却又欲罢不能的 要给你当牛做马了 刘红冰说 嗯啊 我爱你 纯粹是脑子进水了 但是还想再进些水吗 石怀玉说 情侯 我爱你 是脑子被门缝夹了 可是啊 还想朝死里边夹 他们都被他折磨得够呛 提 踹 锤 捏 掐 抓 揪 骂 体罚手段 无所不用其极 但他们 还是把他爱得死去活来 他们自己生命 只要有一斗 哪怕戒 也是要给他疫情额 挑来一旦的 在失去石怀玉后 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刘红冰 这个男人实在是因为自己 把自己折腾干了 但见还有那么一心半点的好处 他都是愿意和盘给他拖来的 此时 他特别念及起 在刘红冰无能为力的时候 还借钱给儿子刘毅打生活费的事 可刘红冰现在 实在是灯干油尽了 易情额突然觉得 已经失去了石怀玉 再不能让刘红冰给自己留下亏欠和遗憾了 在火化了石怀玉之后 他又一次去探望了刘红冰 刘红冰是眼泪汪汪地面对着他 不停地拿头撞墙 那种悔恨 真是无以言表 离开时 易情额郑重地告诉 刘红冰组伺候刘红冰的那个男人说 我每一月给你再加点钱 你务必把他伺候好 得让他有尊严地活着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 主角 演播黎春 制作人于丹 秦巴瓦终于把新创作的剧本完成了 他以自己丰富的民间文学涵养 捋出了诸多传统秦枪艺人的故事 并从中在抽丝剥茧出最精彩的几端 交合成了一个高潮迭起的好戏 易情额一边听剧本 一边想象着舞台立体呈现后的样子 几乎激动得不能自已 他一再找薛桂生 也找秦巴瓦 要求担任主角 可薛桂生就那么将 他翘起兰花纸说 秦额 这是为培养学宋娃写的戏 主角已经定了 并且诸四宋语 还有啥不好嘞 可易情额是太爱这个角色了 并且实在不愿从舞台中间突然退居一旁 哪怕是自己的养女 他也有些接受不了 薛桂生翘着兰花纸 一再讲 这次请易情额出任艺术总监 他想 自己一个站在台中间的顶梁柱 突然做得什么艺术总监呢 谁不知道那是一种挂名 自己怎么就惨到这个份上了呢 在薛桂生那里争取不到 他又去找秦八娃 这是他舞台艺术生涯的主要支持者 他反复诉说着 自己更适合主演这个戏的理由 可秦八娃竟然跟薛桂生的说法完全一致 秦额呀 你把这个主角唱到这个份上 应该有一种胸怀 气度 让年轻人尽快上来 恰恰是在延伸你的生命 尤其这个孩子还是你的女儿呀 你希望自己是琴枪的绝唱吗 我是支持培养年轻人 可这个角色份量太重 只怕宋宇一时完成不了 我可以在前面待待他 先给他画个样样 一旦觉得他行 我立马把他推到台前就是了 你成名的时候 也总是十七八岁 而他们现在这个年龄啊 也是十七八岁 应该让他们试试了 一旦有不无激动地争辩着 秦八娃定了定神 语气很是平缓地说 我理解 这个戏的主角 的确有你的影子 不过 秦哥啊 有你在 有你帮着娃们 我相信 我相信这个戏就糟蹋不了 我搞了一辈子民间文艺 眼看这些东西都快完结了 能多出几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这一行才会有大的希望 我懂得你内心的苦 到了这个年龄啊 对舞台 有一种恋恋不舍 我不是让你退出 我以为 这是让你前进 如果宋宇 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小义情鹅 那你岂不是能够更加久远 深广地 活在这个舞台上吗 易情鹅还能说什么呢 易情鹅没有说过薛桂生 也没有说服秦巴娃 他只能任听安排 做艺术总监 进剧组了 大型琴枪传统剧 梨花雨开牌了 易情鹅被薛桂生导演 邀请坐在排练场 从对词开始 就一句句为青年演员抠着戏 虽然在抠戏的过程里 易情鹅一直为好本子可惜着 孩子们大多只排过一两个折子戏 很多都学的是套路 可原创剧目 需要的是经验 理解 创造 就连学得最好的 就连学得最好的宋宇也很难把一句道白 一句唱腔能说到唱到他心窝里去 宋宇的确很用心 他想着 孩子被他领回家 转眼也都九年了 娘说 这孩子心很深 一天到晚几乎没一句话 易情鹅理解 那是自卑 尽管他在一切方面都努力让宋宇忘掉养女的身份 可他还是整日沉默寡言着 宋宇最大的特点就是能下苦力气 那是一种钉子钉铁的顽强毅力 就说平板支撑吧 为了防止坠肉保持身形紧接 宋宇那个年龄端是完全没有必要那么猛作的 可孩子还是偷偷地在和妈较劲 易情鹅能坐一小时四十分钟 宋宇竟能支撑一小时四十五分钟 那种韧性和耐力 让易情鹅都暗中感到十分吃惊了 易情鹅的心里再有疙瘩 还是天天蹲在排练场 诚心实意地坐起艺术总监来 凡看到宋宇露数不对的地方 就会当场点拨面授机遗 他几乎把自己演半辈子的戏所积攒下的那点心惊 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了女儿 宋宇的进步也很快 虽然还没有达到易情鹅内心对这个角色的体验程度 包括外部的表现力也多显得浮疲潦草 但在几次连排后 不仅薛桂生、琴巴瓦感到满意 团里许多老艺术家 也都心怀惊喜地给宋宇竖起了大拇指 易情鹅还真感到了一点 传承一波的生命快乐 梨花雨整整排了十个月 在没有见观众前 内部请专家看了三次 提了不少修改意见 说戏基本趋于成熟 该是发射的时候了 薛桂生从策划宣传到观众组织 以及演出乐的名称 系统制定出了一套方案 终于 在又一个新春佳节的正月初六 省琴要点火发射卫星了 正是演出那天 剧场的第一次铃声响起时 易情鹅紧张地双腿秃秃打颤 但她还是在不停地拍着宋宇的肩膀 让她憋慌张 说这时候一定要保持镇定 演员既要做到心中有人 又要做到目中无人 只有这样 才能把演出的水平 自自然然地发挥到极致 这是个半文半舞的戏 对演员的体力有很大的挑战 她甚至在演出前 还给宋宇喝了温热的增强体能的饮料 总之 凡过去中校仁义四个老艺人 还有她舅 胡彩香 米兰老师能为她想到的 她都想到了 连他们没想到的 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 也都想到了 她是要把闺女体体面面 飘飘亮亮的打扮出架了 演出的轰动效应 是省情 甚至包括西京琴枪界 所有人都没料到的 全喊叫炸了锅了 媒体的评价是 美的时尚 美的经验 美的令人窒息 有多家媒体已经在称宋宇为小易情鹅了 可每当谢幕时 观众一浪一浪朝台前拥去 并大声呼唤着小易情鹅时 站在最后一排的老易情鹅 内心的失落感 是难以言表的 易情鹅不断听到观众的各种评价 圣秦又有台柱子了 这娃绝对磨麻大 这个宋宇不比易情鹅差 先是年轻嘛 现在讲个颜值嘞 有了这帮娃 易情鹅恐怕得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了吧 第一百三十六集 梨花雨的公演大获成功 易情鹅在为自己的孩子高兴着 甚至有几次都有点喜极而起了 自打正月初六第一场演出起 宋宇他婆还有他弟 还有他的亲生父母 都来剧场看戏了 戏演多少场 他们就看多少场 每晚看完戏 都要把宋宇叫回家去 大团圆地哭上一场 一对已经完全分离的夫妻 在各自的折腾中 又先后解散了二次混搭 最终因为宋宇这张感情牌 而在西京重新复婚 现在房子也买下了 夫妻店式的羊肉泡馍馆也开张了 原来的儿子也从乡下 借来西京读高中了 只等有合适的机会 哪怕请律师打官司 也是要把亲闺女正式朝回岭了 当义琴和他娘 把这一切告诉他时 宋宇的婆还有他妈 他爸很快就提着厚礼 还有存折到他家来 要跟他谈判了 他们要认回这个孩子 当然 他们也承认 义琴娥是孩子的母亲 宋宇的婆 是摇晃着 已年近九旬的 帕金森综合征的头颅说 求求请我了 你送我们宋家的大恩人 但是宋家 既然有了团圆的这一天 还求你高抬贵手 让我娃 怨恋自己的亲生父母吧 说着 老太太竟然颤颤巍巍的 要给义琴娥下跪了 义琴娥被彻底 击溃在沙发上了 义琴娥 突然那么想 毁她的酒盐沟了 她就坐搬车回去了 她已经很久没回来过了 家里除了老爹 全都进城了 本来她也想把爹接进城去 可爹说要守着老房子 老屋场 老分山 义琴娥她娘说 你爹主要是舍不得 她那一摊子皮影细腻 义琴娥还没到一家的老屋场 就听到了锣鼓闹台声 敲得很专业 很讲究 甚至让她有些疑惑 哪里会有这样讲究的锣鼓敲架呢 有老汉 老婆子 娃娃们 在陆陆续续地 朝一家老屋场赶着 突然 有人认出了义琴娥 一条沟里 就迅速沸腾了起来 连各家各户的狗 也都跟着主人跑出来 对着不明真相的尸体 乱叫乱咬起来 家家户户 出来的人再多 也都是老汉 老婆子 娃娃 几乎没有看见一个 精壮劳力和姑娘媳妇 易琴娥就问她认识的七叔 熟 村里的小伙子 还有姑娘媳妇嘞 哎呀 都出去打工了嘛 但凡能动的 都不在家里 就剩下 386199部队了 啥叫个 386199部队了 哈哈哈哈 哇呀 这你还不知道 38就是父女嘛 61就是娃娃儿童嘛 99就是重阳老人 现在啊 连38部队也开到城里去了 61部队嘛 能剩下一些 基本上都死病病歪歪 要死不活地 久久不对咧 不是听说 九岩沟这一片 要封山修林 都让搬到山脚下的 急镇上去吗 哎 还说了 都正纠结了 住到别人家的地盘盘上 人生地不熟地不熟 房子都在半空里 像鸟窝子一样垒着 连种一颗菜的地方都磨 钱也磨出呱呱去 咱这九年沟的山上 好歹住了人老几十壁子 随便趴了几下 足死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 你看看 我个镇上 鸡不让羊 羊不让放 猪也不让喂 牛也不让拦 咱老坟山 也磨人看管 下去住一阵 咱都跑回来玩去了 还是咱九娘沟 花蝶书心 长鸟嘛 终于 一情额在几十个老汉 老婆子 娃娃的簇拥中 回到了一家的老屋厂 老屋厂靠房子的地方 竖起了一道皮影 木帘 俗称亮子 第一个映入眼帘的 竟然是一情额 她旧 胡三元 一情额 好久都没有旧的消息了 没想到 她已经回九岩沟老家了 她是跟爹一道 支起了这个皮影摊子 一情额突然发现 旧 老了 老得满头白发 几乎没有一根青丝了 唯有那半边被火药烧黑的脸 显得更加幽暗离黑 在正规剧团 五场面 一般最少都有五六个人组成 除丝谷外 敲的敲大锣 敲的敲小锣 还有敲调茶 木云 打脑搏 雷大鼓的 反正 基本是各执一件家伙 很少交叉混打 而在这里 七八样乐器 全都是她就一个人操作着 除了板鼓 战鼓 大鼓外 她把其他几样乐器 都用一根 有好多支鸭的根雕挂起来 木云 帮子 是绑在两个腿上 关键 是还有很多的发明 她竟然把锄头 镰刀 布袋 筛锣 都当成了响器 戏里的战斗一打响 那就是冷兵器 与飞沙走时的搏沙声了 她还尖着吹锁那管子 把旧一个人忙活的 观众都不好好 在亮子前边看戏 要跑到后台看她了 易青鹅她爹 是在亮子后边 操作着即将上演的白蛇传 还有一个瞎子老汉 一边弹奏着乐琴 一边轻着嗓子 要开唱了 易青鹅的出现 让整个一家老污场 立即轰动起来 她就因为敲打得太投入 没有发现她 易青鹅她爹 果然是老了 老得把两颗门牙都丢了 易青鹅事后问爹 爹 你门牙 咋没了 气得她爹直抱怨 问你舅去 问你那个死舅去 爹的两颗牙 是让舅在排练时 拿骨唇 无意间敲掉了 舅嫌她把小罗 喂得慢了半拍 气得爹当时 跟他舅打了一架 但一想到 皮影摊子得用人 尤其是像他舅 这样的好把势 大把势 不用找谁去 爹最后就只好忍了 爹说 你这个死舅 拿他法办来 把他告到派出所 抓到局子里去 他送我的妻弟 你的迁就 你被子可怜的 连个老婆都没娶下 都坏在这个 瞎瞎起手上咧 老咧老咧 回到咱九岩沟 我还能再把他 送到法院去 现在好咧 就让他一个人敲 咱这个坍坍 也养不起 那么多的下手 要敲 除非把他 自己那一嘴狗牙 全敲掉算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长篇小说 主角 演播 黎春 制作人 于丹 满九岩沟的人 都知道 疫情鹅回来了 并且 还要亮几嗓子 很快 就把莲花岩 三叉怪 五指风 妻子牙的人 全都招了来 皮影戏 本来是要把演员 藏在量子背后唱的 但这一晚 疫情鹅 是站在量子旁边唱的 并且村上 还烧燃了 多年没用的气灯 一下子 把个一家老屋厂 照得明光光 亮晃晃的 连那些已经失明多年的老人 都说 真是亮啊 今儿个晚上 砸着个酒牙沟 真是亮堂 透亮 亮子旁边 疫情鹅 亮开了 他那亮堂透了的嗓子 洗湖闪睡 还已咎 桥催难堆 慢念秋 爽然 胆风 寒淋收 不堪回寿 依咎游 疫情鹅 唱得生情并茂 眼寒热泪 他就 瞧得精神抖擞 气血奔赏 疫情鹅 随便一个眼神 一个手势 一个移步 一个呼吸 一个唤气 一个拖枪 甚至一个装饰音 他就 都能心领神会地 给予回应 那是高手 对高手的心灵点花 是卯头对损口的 紧致吸入 是门框 对门扇的 严丝合缝 是老茶壶 找见了老茶盖的 美妙难言 好唱家 一旦与好敲家 对了脾气 合了卯俏 那简直 就是一种 极高级的 唱戏的享受 这种享受 他们旧生之间 过去是有过 好多次的 但哪一次 都没有今天 这般合拍 入折 精道 率性 两个从九岩沟 走出去的老戏骨 算是在家乡 完成了一场 堪称美妙绝伦的 精神生命对接 医情恶唱完 已是浑身颤抖 泪眼婆娑 他献向父老乡亲 弯下九十度的腰 然后又深深给老舅 举了一躬 老舅当下就捂住黑脸 哭得泣不成声 他说 西 弩成脸 臣死能享受死人 那现在祖四脸 都值啊 义情恶 就极其享受的 留在老家九岩沟 跟老舅 老爹 一起唱了三夜的皮影戏 白天 他还到坡上 放了三天羊 他爹这些年 是一直给女儿 留了三只羊的 羊 养老了 再换新的 反正一直都保持着三只 就在疫情恶 回来的第四天 派出所的乔所长 开车找他来了 乔所长说 哎呀 把你娘 吓得跟啥一样 啊 一家人分析来分析去 说你可能是回来九年够 啊 我这不就开车 找来了吗 乔所长刚办了退休手续 现在是无关一身轻 加之夫人去世 孩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 倒把她弄成了一个更深度的戏迷 他自称是义琴娥的钢粉了 义琴娥本来是想回来住上一月半载的 在唱完了三夜戏 访完了三天羊后 他又去了一趟莲花庵 想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 谁知莲花庵的老住持已经得乳腺癌去世了 他突然面对老住持的作画塔 哭得常跪不起 他是他舅 掺起来的 舅缓缓对他说 我呀 你还是得回去昌西呀 我在广播里边听说了 这个笑妮琴娥都出来了 是咱的娃 好丝吗 这俗话说 各司各地撸说 你还有你的挂钟 你的西迷吗 你得喂下个西 笑意前额 还要学后多年 才能学香年 到了这个年岁 明觉儿都得撑西 叫西 两步屋里 你看看 你胡菜想老死 要是我给你 叫上记处西 造作模他里吗 作是因为给你叫点西 两瓶都卖不碍上 现在如今又被撕一销 搞家聘去叫唱脸 连够日的张广如 都跟着吃脸乱饭 劈点劈点的 去给人家一销 砍大门呢 哎呀 哇呀 你回去吧 你马里儿得回去吧 我这些年 在山里 瓦里 狗里 叉里 到处给乱窜 直到琴强 有多大的需求 多大的台子 只怕你 人落几杯子 都是把西 唱不完的 第二天一早 易清娥就听他舅 在老屋场 敲起了板鼓 那种急急火火的声音 催得连上学的娃们 都是一路小跑 他就再也在家里待不住了 易清娥又一次 离开了九颜沟 突然 他想唱点什么 或者喊点什么 一刹那间 他猛然想到了 秦八娃先生 说的一句话 秦娥呀 你哪天 要是能自己 引出一却 易清娥来 就算是把戏 唱得有点意思了 易清娥就突然脱口而出的 随意淫了一却 易清娥 主角 一朝地 十一从就 去学戏 去学戏 洞房夜夜 喜剧 悲剧 转眼半百 主角 易 秦娥成意 舞台 记 舞台记 方寸行指 正大 天地 他身后 是他就 敲板鼓 急急风的声音 唱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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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嗤嗤嗤 那板鼓 越敲 越急 那节奏 是让易清娥 像上场 跑圆场 一般 要行走 如飞了 一朝地 十一从就 驱学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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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房夜夜 戏居 北居 转眼斑拜 筑绝衣 秦娥成衣 舞台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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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村行指 争大 天地 长篇小说 主角 到今天 就全部播放完了 演播 黎春 制作人 于丹 监制 傅淳 感谢您的收听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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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